瑞芳市民广场前的后车亭是往来金九地区的重要运转站 使用率相当高 而平常等公车的民众已经很多了 假日更是多得不得了 小小后车空间根本无法容纳大量的游客 11号这一天 议员林一齐和公所人员以及警分局等各相关权责单位人员 都来到了现场研究该如何解决问题 也初步决议要把旅客的后车空间再进行加大 瑞芳区市民广场前的这座后车亭 因为是前往金九地区的转运点 所以使用率很高 平日等车的民众就已经很多 小小一个后车亭根本无法容纳那么多的民众 也常有民众抱怨后车空间不足 那因为现在瑞芳有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 必须要在这个点上下车 那我们也多次会看的结论 在今天也邀请了市府的交通局 还有承包厂商到现场来进行会看 那初步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必须要申请入证 那入证的状况会请包商 在最快的时间点下去做申请 一定要施工的部分 我先来贴公告好了 那你看什么时候大概 就是没有 没有啦 我这最近 赶快最近东西就是要施工 好不好 你大概一定的时间 这边先做 那判围的部分 你那围出来就到这边 那这边围啦 立员林奇说 自从火车站前站站牌撤除后 要搭乘客运往金瓜石 九份的游客 都要到市民广场前来等车 可是以现有的后车空间来看 确实不服使用 然后我们现在会将整个后车停的位置 往前挪 差不多一二十公尺而已 然后到时候也请搭车的旅客 能够尽量的遵守交通 遵守秩序 然后也能够照指标的位置来做好 整个排队上下车的位置 院表示为了顾及后车民众的安全 及后车品质 后车停扩增是有需要的 因此他也要求交通局能在年底前 完成后车空间改善 以提供民众更好的后车环境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